植物也是动物 植物也是会动 植物也都在动 只是它动它是在原地 然后动来动去 植物会成长 它有生命 它也一样都会在动 而且它有觉受 有感受 它有触觉的 有触觉的 来 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些内容是我实际拍到的 来 我们看看 这是穿漆 穿漆它是一种爬腾的 有没有看到它在转动 然后它是在有触觉的 它在转动 然后感受哪里可以让它有支撑 然后它要做旋转 要固定 有没有 大家看看 外面的风吹是一回事 这个穿漆它本身 它就在找寻 它就在找寻 哪里可以让它固定 它要找到一个固定点 然后它的腾呢 就可以做这个为一个轴 然后固定点之后 然后它就可以继续盘 继续攀爬 你看哦 它会举起来 然后 这里它感受到 这里有定点 可以让它 做旋转 可以固定 所以希望大家重新地认识万物 植物有绝受 有感情 有绝受 来 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另外 从网络上的资料 我们来看看 一颗豆子 它本身发芽 成长的 二十几天的过程 把它用缩时摄影拍下来 我们来看看 这个豆子 它都有生命 它都有生命 有绝受 你看它有力量 当它跟生长出来之后 吸收到营养 有力量 然后它就伸展出来 伸展出来 然后你看 来 因为这个是要拍摄这些资料 给大家看 所以它们是在 就好像在 一个保护比较好的地方 所以这个洞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洞 这个不是风吹草洞的风洞 这个是植物本身在洞 植物本身在洞 如果是外边的风的洞的话 它是洞得很快 它是洞的频率很高 这个不是风吹的洞 是植物本身在洞 你看 它们都在动 一方面成长 一方面它们本身 一样都会摇晃 都会在运动 所以这些 也是让大家 我们要重新来看待万物 包括一颗豆 一粒麦 一粒种子 我们都要好好的尊重 爱护 一棵树 我们要爱护它们 要尊重它们